回乡是高血脂杀手 医生直言 若想血管健康 可多吃这几种蔬果 张大姐 一位56岁的忙碌保育员 在快乐的孩童和五彩的玩具中 她的每一天都过得有滋有味 不过 在最近的一次 原理组织的健康体检中 张大姐得知自己的血脂偏高 这让她不禁皱了皱眉头 心想 这可如何是好 就在她愁眉不展时 一个同事 跟她分享了一个小窍门 你听说过回乡对高血脂有好处吗 据说是个不错的杀手哦 张大姐一听 立马来了精神 这不正是她需要的解药吗 回家后 张大姐开始了她的回乡之旅 每天 她都会亲手做回乡包子 香气四溢 家里每个角落都弥漫着回乡的清新味道 回乡不仅为她的生活增添了一抹绿色 也为她的健康画上了一笔浓墨重彩 回乡 这种独具特色的香料 实际上在医学上也是一个不小的角色 回乡中富含的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如维生素C 钾和铁 都是维持血管健康所必须的 特别是钾 这种矿物质对于调节血压 维持心脏健康具有重要作用 除此之外 回乡还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 膳食纤维的好处不仅仅在于改善消化 更重要的是 它有助于降低血液中的坏胆固醇 同时还能帮助控制血糖水平 对于高血脂的人来说 这无疑是一大福音 回乡中还含有一种叫做回乡素的特殊化合物 这种物质具有抗氧化的功能 能够帮助抵抗由自由基引起的细胞损伤 从而保护血管免受炎症和损伤 这对于预防动脉中央硬化等心血管疾病 也是极有益处的 通过这样的饮食调整 张大姐不仅在身体上感到了变化 她发现自己的体力也比以前好了不少 每天跟一群活泼的孩子们打交道 她不再感到那么容易疲惫了 这种改变 让她坚信自己的选择没有错 回乡真的在帮助她战斗高血脂 在这过程中 张大姐也意识到 单靠回乡包子还不足以全面改善高血脂的问题 她开始更加注重整体的饮食平衡 她知道 健康的生活方式是一个多方面的调整 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达成的 但有了回乡这个小小的杀手在手 她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在张大姐的复查时 医生提醒她虽然回乡的摄入对健康有益 但要想真正保持血管健康 还需要多吃其他种类的蔬果 要想身体好 吃的东西可不能只有一种哦 就拿西红柿来说吧 它不仅色泽诱人 还富含番茄红素 这个强力的抗氧化剂 能够帮你抵御心血管疾病 真是好东西 而且 西红柿还有维生素C和纤维素 这些都能帮助你的心脏更健康 让血液流得更顺畅 别看橙子 柠檬这些水果小小的 它们含的维生素C可不少 不仅能加强你的免疫系统 还能强化血管 让血管B变得坚韧不易老化 想要血管不硬邦邦 这些水果你得常吃 还有啊 深绿色的蔬菜 比如菠菜和羽衣甘蓝 这些都是维生素K的大户 对于帮助血液正常凝固 和保持血管弹性特别有好处 这种维生素是真的重要 能让你的血液流动得更自如 不让血管出现堵车哦 定期摄入这些蔬菜 可以帮助维持血液的正常流动 减少血管阻塞的风险 同时 这些蔬菜还富含铁质 对于预防贫血也有重要作用 接着 坚果类如核桃和杏仁 富含Omega3脂肪酸 这种健康的脂肪 能有效降低体内的坏胆固醇 提高好胆固醇 坚果还含有抗炎的成分 能够减轻血管内的炎症反应 保护心脏健康 多吃富含Omega3脂肪酸的鱼类 如三文鱼和鲸鱼 也是保持血管健康的好方法 这些鱼类不仅可以提供高质量的蛋白质 还能提供身体所需的健康脂肪 对调节心率 降低心脏病风险都有极好的效果 蒜头也是维护心血管健康的好帮手 蒜头中的蒜素具有降血脂 和防止血小板凝聚的作用 可以有效预防心血管疾病 日常饮食中适量加入蒜头 不仅能增加食物的风味 还能带来健康益处 张大姐应该注意增加身体活动 坚持适量运动 快走、游泳或骑自行车等有氧运动 能有效提升心肺功能 增强心脏的泵血能力 促进血液循环 适当的肌力训练也很重要 可以帮助增强肌肉 提高基础代谢率 有助于体重控制和维持整体健康 虽然回香的确有助于控制血脂 但要真正达到血管健康 张大姐还需均衡饮食和规律运动 通过多样化的食材搭配和适当的体育活动 它可以全面提升自己的健康水平 让自己的血管更加健康 生活更加有活力 这种全方位的健康管理策略 是每个人都应该学习和实践的生活智慧 想要血管健康 这六个习惯或许能帮到你 坚持做避免血管堵塞 一、清淡饮食 想要血管健康 首先应保证清淡饮食 也就是限制盐分的摄入 高盐分饮食是造成高血压 动脉周样硬化的一大因素 因为盐的成分就是氯化钠 它进入机体后又会吸出钠离子 过多的钠离子在血液中堆积 可造成血容量增加 内外渗透压失衡 从而诱发高血压问题 高血压又会损伤血管内皮 加速硬化的发展 所以 在生活中应限制盐分 除了食盐之外 调味品也应减少添加 比如豆瓣酱 酱油 味精一类 二、拒绝喝酒 有很多人发现 在饮酒过后 血压会有所下降 所以误认为酒能起到 保护血管的作用 但实际上 酒精的成分就是乙醇 在初步进入机体时 可作用于血管 导致血管短时间内扩张 但当乙醇被机体代谢后 血管又会再次开始收缩 致使反弹性的血压升高 同时 乙醇和代谢物乙醇 都会损伤血管内皮 加速动脉硬化的发展过程 三、拒绝烟草 吸烟不仅会对呼吸系统造成损伤 同时也会对血管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因为香烟中含有的尼古丁、胶油等成分 可对血管产生强烈刺激 致使血压上升 同时 有害物同样会损伤血管内皮 加重血粘稠度 并降低血液的血氧能力 久而久之 可诱发高血压、高血脂等多个问题 四、多喝水 如果人体整日摄入水分不足 就会影响到血粘稠程度 之类物质可在血管壁上堆积 给斑块形成留下机会 所以 科学建议成年人每日应补充1500到2000毫升的水分 特别是在晨起后喝一杯温开水 有助于稀释血液、控制血压增长 五、适当锻炼 锻炼的目的不仅仅是控制体重 同时也是为了心血管健康 因为肥胖就是心血管病出现的一大原因 同时久坐不动还会影响到血液循环 导致血流通速度减慢 心脏泵血压力增加 所以 应进行科学运动 按照自己的身体素质循序渐进 以有氧运动为主 比如慢跑、散步、太极拳等 六、避免熬夜 熬夜是当代年轻人都有的通病 但长期熬夜也是血压升高的重要原因 因为在熬夜的过程中 中枢系统持续处于兴奋状态 肾上腺素分泌也会增加 从而对血管产生强烈刺激 致使血压升高 同时 熬夜很容易有饥饿感产生 让人不知不觉摄入更多的食物 肥胖、血粘稠度升高等问题 也会随之找伤自己 对心血管健康不利 除了要做好以上六点之外 对于已经出现三高疾病的患者而言 还应积极控制原发疾病 因为重大的心脑血管病 往往都建立在了三高的基础上 只有将原发病控制得大 才能降低后期心血管病出现的几率 所以需严格按照医生建议服用药物 总之 保持血管健康 需要综合考虑生活习惯 饮食、运动和心理等多方面因素 希望大家都能关注自己的身体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远离血管疾病的困扰 血管健康小妙招 活动怀关节可起到泵一样的作用 增强下肢血液循环 减少血栓形成 方法 双膝自然伸展 用力勾脚十秒 再用力崩脚 在不引起疼痛的前提下 不限次数反复进行 此外 每次勾脚 崩脚最好能达到最大幅度 动作尽可能缓慢柔和 双脚同时做 效果会更好